咱们身边总是有很多看似普通的人 但是人家就是爱琢磨 没准他就是哪个方面的大神级的人物 咱们来好好说一说 最近陕西咸阳一位卖煎饼的大哥 他就火了 咱说明明夜市上有好几家煎饼摊 但唯独他这里每天都排场队 很多人是勿命而来 这气不气人呢 气人的法子到底是啥呢 一点 两点 够不够 够一起 多一点 多两点 多三点 Yes yes 再来点 a little 没有没有 有的不合不合得不好 不合得少不合得少 Está好的 OK 大家好 恢不起来了 俗话说 不会说英语的男人 不是好的煎饼师傅 在咸阳市文苑路上 卖山东杂粮煎饼的李景良 却凭借自己的散装英语 成了附近顾客眼中的男神 要说51岁的李大哥 那是有点搞笑功力在身上的 一张嘴就能让 贪钱等待的顾客笑得 何不拢嘴 从大一吃到大四 大叔的性格特别好 买了一个他的煎饼 就跟听了一口单口相声是一样的 每一个顾客来了以后 都是非常地喜欢跟叔在这聊天 张口就来的段子 跟学生的幽默互动 让李景良把卖煎饼 变成了说相声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于是顾客们口口相传 纷纷来打卡 李大哥的生意因此也格外好 感觉说挺有意思的 然后还挺大方的 跟人说话的时候挺高笑的 就过来 专门过来打卡一下 您这每一天大概煎饼能卖多少 这个嘛 我媳妇不让我跟谁说 那您这一桶面浆 这一桶面浆也就是个 二十多斤 三十斤吧 每天都能卖了 每一斤都不够卖 我一般下午四点 出了十点 也十下这个财富自由 没有 这是小富 除了幽默 李景良还是个自律的人 即使每天收工很晚 他也不忘看书学习 练练书法 学习打游试 为了健康还保持着 每天跑步五公里的习惯 虽然现在在网上也火出了圈 但他依旧很低调 我觉得啊 人啊 不管干哪个行业 还得学习 你现在就像做煎饼一样 都得认真学 寿命之下 歧视难复 人嘛 平平淡淡的 多好 这太久啊 干不了本好久麻烦 错误的 不忘初心 你放心 谢谢